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欲望而不执着 有求而不贪 求佛心态越平衡 你就会放下的越多 心态平衡的人 就会淡定 坦然 从容 六根清净 万事不饶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学佛人必须要诚实 如果连一个诚实都做不到 你就慢慢地离开了佛法 所以说谎没有意思 真心待人 别人会把你当作亲人一样 常说谎话的人得到的是 即使你哪一天说了真话 也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记住了 给别人面子 就是给自己面子 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你 你就去怎么样对别人 伤别人 最终伤害的就是自己 佛法说 知其人之心 为武之心 视为智 就是告诉大家 你能够懂得别人的心 你就能够懂得自己的心 当你懂得别人的意 你就能够明白 别人真正在世界上 生活的含义 因为我们伟大的菩萨 他最知道 我们人间的孩子受的苦 所以观世音菩萨妈妈才说 有求必应啊 寒冬来临了 很多人说 我很想去救人 但是我又怕他不相信 他是一个很坏的人 我救不了他 我还会自己悲业 我救不了他 我还会伤害自己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蚕食 他和弟子看见路边 有一条冻江的蛇 这个时候 蚕食就想上去救他 而他的弟子 祖然说 师父 你难道忘记了吗 农夫与蛇的故事吗 蚕食说 当然没有忘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 蚕食说 救他 我不一定跟农夫一样去救他 我没有必要把一条毒蛇 放到自己的怀里去救他 然后蚕食找了一些火柴 放在这个路旁 让这个蛇 慢慢在火的温暖下 活了过来 蚕食说 失散的手段 永远不会单一的 我们救人也要妙法 而是多样的 面对恶者 我们要做的 不是因为害怕恶国 而是要慢慢的放弃自己的行善的心 而是要智慧的选择失散的手法 让我们善良的心 免遭恶报 学佛必须要行善 不伤害自己 又能度到众生 就是妙法 能让别人开悟 而让自己又能度到更多的人 这就叫智慧 我们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天天在浪费着无谓的生命 要记住 我们很多人做的事情 都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做的 你的行为代表了你的思维 你今天学佛人 你今天学佛人 做的一举一动 就是从你思维开始的 所以我们的手是劳动 不是拿来竖取的 脑筋是用来忏悔 而不是用来偏执的 让自己头脑 原谅别人 才能让自己不断的进步 解决问题 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要原谅别人 有些人到处去抱怨 到处去烦恼 这属于到处去释放自己的精神垃圾 让别人承受着垃圾精神的痛苦 所以这些人的大脑是不健全的 台长希望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心中要有一堵墙 就像电脑一样 我们要有一堵防火墙 不管来自于哪里的病毒 我们用佛法的智慧 都能把它挡在人间的烦恼之外 学会人与人的关系 要懂得靠的是尊重 心灵法门要靠温暖的金钥匙 才能把别人的心房打开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不管你年长与年小 不管你对与错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与目的 记住 善良的语言 就是你最好的解释 对不起 谢谢 感谢观看